大家好,我是港珠,今集和大家討論移民的問題 首先,開場不是講英國,而是講加拿大 因為我見到網上有些報道,現在加拿大救生艇計劃即將下閘 但這個時候偏偏傳出消息,加拿大那邊審批很慢 再加上有些人,他們已經陸續合資格申請永久居留權的同事 因為他們已經簽證到期,令到他們的配偶和子女的居留身份 都是面對被人質疑,例如僱主因為覺得不太肯定 你是否真的簽證到期之後可以工作 引致到連運工,甚至醫療方面都出了些問題 所以這次和大家首先由引致,講一下加拿大這個情況 大家都是同事天涯的香港人,大家都是由香港去其他地方 當然大家都會關心一下,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既然加拿大那邊有這樣的情況 各位在英國的香港人,大家又會不會需要擔心 即是說會不會,譬如在英國這邊大家申請簽證 或者日後轉永居的時候,會不會都會遇到一些卡住的問題 還有就是加拿大又落閘,這個救生艇 香港人的BNO簽證,會不會都落閘呢? 今程大家談談談,講一下港珠自己少少看法 當然港珠無數徵求,港珠也不是躺在手上 或者是內政部長,內政大臣,床下底偷聽說話 所以我當然不會知道政府在想什麼 但純粹從一些表面的情況去看,政策上的事情去看 港珠看下,會和大家說一下自己怎樣看這件事 YBNO簽證這件事 開始前提一提你,如果未訂閱我的頻道 請你按訂閱那個鈕,按下旁邊的鈴鈴 一個新片就會馬上通知你 除了自己訂閱,記得分享給你的朋友 多謝你的支持 先講的就是這單新聞,我見到一個標題就是 八千人彷徨等上救生艇 加拿大港人發起聯署,速政府加快審批移民的申請 這個內文就是這樣說的 2021年,加拿大政府出了救生艇計劃 即是一些比較放寬的政策 給香港人申請去加拿大移民的 但差不多三年了,仍然有八千個香港人 正在等加拿大政府審批申請 所以有住在加拿大的香港人 發起聯署請願,希望當局加快審批申請 甚至也有一些加拿大國會議員支持 當然一定會有的 因為加拿大國會的光譜很闊 總有一些會比較關心移民的議題 所以他們會支持這個聯署 就說已經取得過萬個聯署的簽名 根據聯署文件的理論所說 現在有超過八千個香港人 是等待加拿大政府審批永久居民身份的申請 有些人等超過一年 而且申請計劃是沒有提供延長開放式 工作簽證即延長過OWP這個期限 所以令到一些申請人,他們簽證到期 就享用不到加拿大的保健福利 亦都不可以就業,即是不可以找工作 所以令到很多人擔心 再加上加上加拿大政府 將一些人道類的簽證 申請永居資格的配額收縮 於是由一萬三千多個縮到八千個 所以有些人擔心 香港人會不會還可以在加拿大 獲得加拿大政府的收容 說到數字 有傳媒向加拿大的聯邦移民部查詢 這個舊申請計劃 當然有多少申請忘記獲批的數字 傳媒得出來的數字就是 2021年6月到2024年2月期間 申請的數目是一萬六千多個 而到了二月為止 只是批了七千二百多個 即是說等待審批還有九千多個單申請 佔總申請的數目是五成多 即是超過一半 其實是在等待審批的 這個情況有幾萬 有兩個Stream 即是有Stream A和Stream B Stream A的申請批核的速度好一點 Stream B真的差一點 大家雖然Stream B各自有八千多個申請 Stream A是有四千多個批 但Stream B只有二千多個批 這個當然不是很理想 而且去到五月和八月 即是去年分別達到高峰 五月這個名的 因為Stream A很多人第一批 他們是2023年五月畢業 因為他們讀過兩年制課程 所以在那個月很多人申請 出現了高峰 一個月已經過千中 而Stream B就是在去年八月 撤銷了申請永居的學歷限制 所以也很多香港人 就有符合申請資格 所以也衝上去 所以五月和八月分別 就是去到申請的高峰 但偏偏就是申請多批核少 這個就是令到大家有些擔心的 有報道就是說 去到2024年的2月 只有五個香港人 在所有其他移民 All other immigration 這個類別 拿到永居權 即是說一月只有五個人 但之前那年 平均都是三百多人 有傳媒就用這個數字去說 如果每個月只有五個人獲批 還有八千多九千宗申請 即是一百三十五年 才可以清除這些積壓個案 這個標題也很爽動 我見到這個 就是加拿大多方面的華文傳媒 就是靠香港救生艇 成加拿大移民 即是成為加拿大移民 恐等上一百三十九年 這個當然 我也相信未必會是這樣的情況 現在人數批得不夠多 但不代表未來都是這樣的 未必需要一百三十九年才批 但至少在這個報導 我看到五個人獲批一個月 是真的很誇張很離譜 加拿大政府批得慢 有什麼問題呢 有些受訪者接受傳媒訪問 就是因為自己的小朋友 連累了小朋友 因為他們都不批簽證 而上影響小朋友 令到他們的身份成疑問 會不會因為這樣 而令到他們要用國際學生的價錢 去到教學費 這個就是錢問題 另外也有受訪者說 是工作的問題 因為有些人是他們嘗試去找工作 但是因為他們的逗留身份不明確 僱主會覺得 你是不是真的日後還可以續到 是不是真的可以在這裏居留 所以就不肯請他們 所以這個也是比較令人擔心的 甚至有報導 有些個案因為移民局的職員 是不清楚政策 而拒絕申請人 是重新申請OWP 所以令到他們的逗留身份 是不確定 所以這個當然是一個很大的引誘 那究竟為什麼有這個原因 出現了這個問題 其實有一些協助香港的團體 曾經聯絡過聯邦移民部 對方確認 首先有一個好消息 就是香港的申請仍然屬於優先處理 Priority Processing 但是他們就說原因 為什麼拒絕了這麼久 批得這麼少 就是申請的個案上升 又欠缺人手 所以處理速度很慢 而且他的確認 不單是影響到港人 其他類型的簽證 都因為人手不夠 其實全部都批得很慢 當然人手指是一個短期的問題 大家如果相信政府 是繼續投放資源外話 可能有機會加速 另一個隱憂 像剛才所說的 就是收縮這個人道主義 獲得居留權的配額 會不會影響香港人 這就是另一個 對很多香港會有隱憂的地方 面對這個永居資格 未能夠確定這件事 會不會影響他們 是否可以在這裏工作 也有傳媒向這個移民部查詢 如果是過期 Maintain status過期 而其他簽證 還在等待審批裏面 究竟可不可以繼續工作 可不可以留在加拿大 移民部回覆就是說 在工作簽證到期之前 申請延期 持有保持狀態的臨時身份 即是我們叫Maintain status 外國人可以在過期工作簽證的相同條件之下 繼續工作 直至收到延期簽證的結果 即是說 原則上是不需要擔心 不過我明白 政府有政府的說法 法例有法例的做法 但僱主有僱主的擔心都不足其 他覺得這一刻你有權有做事 如果你的審批是不批的 我請你三個月之後 你說不批 你的簽證要走 即是你永居不批 你要走 那怎麼辦 所以難怪有些僱主 不如被麻煩 乾脆就不請了 這個都幾慘 令到很多香港人 可能會失了預算 講到這裏 我們跳去講講英國 首先我們覺得 原來加拿大出了這些問題 都幾慘情 我們都覺得 都幾替各位在加拿大等的香港 非常之不划 因為臨門的 臨門一腳的 而且你們沒有做錯事 跟足了 跟足了情境的規矩 只不過政府的資源不夠 令到大家等也等不到 有些徬徨 這個當然很慘 講回英國 事實上都曾經有類似的事情 我自己有朋友 親身體驗 明明申請的BNO簽證 當然是比較早期 剛剛開放不久 那時候因為一窩蜂 很多人申請 結果 好像入了黑洞 真的等了一年 我有朋友 有很多朋友 有幾個朋友 有人等了一年 有人等了大半年 有人等了好幾個月 沒有聲氣 於是可以去問 打熱線去問 寫入去問 甚至職員跟他說 我們找不到你的申請 這樣也有 入BNO簽證申請 是試過 有些個案 大家可能在妄想討論區 都見不少 最後可能 不知為何 那份申請在黑洞裡 不知為何 撈上來 最終就批了 例如我最久的一個朋友 是等了一年 才批 那個期間 當然是非常之憔悴 會不會不批呢 如果不批 怎麼辦 會不會 令到他要離開香港 或者要去另一個地方 居住 那個夢想 破碎 這個我相信 當時發生的情況 BNO簽證 有一些可能同樣地 都是因為人手問題 因為始終 一開放這個新的簽證申請 確實很多人一次過去申請 很自然 令到人手方面 可能一時間應付不了 類似情況 就是 剛才加拿大也講過 就是 之前 2023年 曾經有兩月 單月 申請都突破一千個 就是因為 剛改變計劃的一些限制 或者很多人 滿足到要求 畢業 所以就衝了上去 如果政府 沒有允許 足夠的資料 去處理申請 很自然 有機會 會遇到的情況 就是 疾著 所以 慢了很多 這當然是很慘的事 不過 如果 英國的情況 我印象中 我看網上的討論區 近一年兩年 都比較少聽到 香港人說 他們的申請拖來 不是沒有 有些是因為其他原因 不是因為人手問題 有些是其他原因 比如他們申請的 資料不夠詳盡 或者他們在香港 有一些事情 令到內政部 是想追問多些資料 所以 就要 交對資料 甚至有些人要找 專門做移民 個案的律師 幫忙寫一些 去解釋 才能過關 但相對上 這些要卡住卡住 拖很久都不批 的個案 我印象中 是少了一些 即是英國的情況 所以這未必是一個很大問題 即時的問題 但是 一個更大的問題 就是 如果 加拿大出現的情況 就是 因為 就是完額這個計劃落閘了 而且 也沒有說過會續 究竟 香港的 BNO簽證計劃 會不會都落閘呢 這就是另一個 想討論的話題 這個話題 其實英國政府 當然不會確認 究竟會不會有機會落閘 我自己看 有幾個因素 大家可能會覺得 要想 或者會覺得 有個憂慮 第一個當然就是 政府換屆 大家知道 接下來大選 不出一年之內 一定要去到 進行這個改選 即是國會的改選 因為 那個法例規定 國會要換屆 一定要 英國的國會 一定要重新選過 那麼選過之後 會不會轉裝呢 現在很多人都覺得 一定會 現在的政府做得一劈子 甚至 在野工黨 覺得好像坐定立錄 一定做硬 這樣 出來說話的口問 都是這樣 好了 究竟轉裝 會不會影響到 這個BNO簽證呢 因為很多人都說 甚至 通常每次 港珠出這些話題 節目的時候 一說到香港 那些人拿永居成 總有一些網友 他們都很善意提醒 各位在英國的香港人 就說 你們一定拿不到居遊權 一到工黨上台 你們這幫人就被人攀走了 就這樣 一定有 我相信這次的一集 一樣會有這些流言 是不是呢 我自己也覺得 當然 我不是可以很客觀去說 因為我自己也是其中一個 在英國的港人 但是 我純粹從我的角度去理解 首先當日這個簽證的話 是一個跨黨派的一個共識之下推行的 這是第一點 即使現在在野的政黨 都是同意這個政策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就是過去這幾年 這個計劃推出之後 有關於移民 是有很多爭論 英國政府出了手 去到降低移民數 等等 但是那些討論 基本上都沒有一點 碰過香港人 我們看到有些 就是 比如說 用學生簽證申請來到英國 一個人申請 讀書 帶全家 對經濟網貢獻 這些 有這件事 另外也有修改 比如說工作方面 入息要求 或者可以帶家人 這些改動 但這些基本上都沒有動到 香港人的簽證 或者香港人這類型 我們所謂叫做 人道主義那類別的簽證 這個不是我說的 因為 每次 英國政府一說到 說他們 繼續支援 一些有需要的人 通常一連帶 就講三個地方的人 來英國的簽證 就是阿富汗 烏克蘭 和香港 每次都等著這幾個 尤其是烏克蘭和香港 每次都放在兩個地方 來到英國的人上台 或者提及他們 既然 之前一直的改動 大致上都不太影響到 香港人的簽證 或者 這些人道類的簽證 另外呢 我又暫時覺得不算太擔心 當然 早前 烏克蘭 英國的簽證 一些細節上都有改動 那些是有改變過的 但也不是說下閘 烏克蘭 也有一個計劃可以來到 香港這個計劃也沒有即時下閘 所以 從你說轉裝的角度來講 我覺得 新的政府 可能會是工黨 或者任何一個黨 但我未聽過任何一個英國主流的政黨 其實他們說要趕走香港人 很多時候都是針對一些 他們覺得 對於社會的貢獻不夠大 或者是搶了本地人飯碗的人 說到這裏 另一件事就是 香港人 對於英國人有沒有貢獻 我覺得 每個地方總會有些人覺得 反移民 無論你是有 對地方多有貢獻 都是反移民的 但至少 如果我們從一個現實角度來看 英國政府說 你沒有對經濟有貢獻 等等 香港人我相信 來到英國 對英國的經濟 我不敢說很有貢獻 但絕對不是沒有貢獻 絕對是正數的 一個貢獻 不要說大家有居住的成本 消費的成本 也有很多人在這裏做事 只是 我早前有一次 剛好他在醫院 醫院上有一棵牆 貼了那個部門 那些護士來自哪個地方 和大家說Hello 用他們的家鄉語言 貼了一張字 貼了護士的照片 和名字 我看到有西日各地的護士 來到英國做事 這些就是有需求的行業 而本地不夠人手 所以會有外面的人 來到英國去做醫護人員 那個牆上面 我看到有兩張照片 是在那支香港旗 和香港這個地方名下面的 其實也有香港人 來英國去做醫護的工作 好 所以就是說 其實在英國是有需求的 對於一些外內的人的工作 雖然他做人工作簽證收緊了 但是如果大家是做一些有需求的行業的話 我絕對相信你們找工作 不是那麼難 未必那麼難 也都是可以證明到大家對社會有貢獻 不論是你的努力 又或者是你的經濟上的貢獻 所以 從貢獻的角度 我也看不到 為什麼會有機會 至少短期內 會是動手取消 就算真的要取消 他會落閘 或者讓他自然死亡 例如說 當初計劃 原意是五年 五年之後就不再繼續 自然死亡的計劃 也好 但是我也看不到 有些呼聲說要提早 就是說 我們不要五年了 我們明年就落閘 有沒有這樣的說話 這樣的聲音 我也沒有聽聞過 所以純粹從政界 社會的風向裏 我覺得似乎 不是說有一個聲音 短期之內 這個BNO簽證 是會有改變 當然 你可以說 港珠這個 是自己身在其中 所以有wishful thinking 就是覺得 你自己當然是想他繼續 這個是 你可以這樣說 但至少我覺得 是這個申請 拿這個簽證 我相信短期之內 不會有什麼改動 另一件事就是 陸續將會有 其實有些人 他們本身是 由第二個簽證 然後轉成BNO簽證 因為他之前的簽證 都承認 過時間計算 所以可能 已經開始在香港 其實是拿BNO簽證 然後變成永居 但是 不計算 那些 由這個2021年 一月 開始申請 很快批 基本上 你二月開始 已經看到有人忘批 那 即是說 陸陸續續會見到 有些人 開始 會 進入 到五年 可以拿到永居 這個階段 我覺得 這裡 大家第一個 可能會 擔心的地方 就是會不會像 加拿大那樣 因為 突然之下 很大量的一齊到期 一齊到五年的申請 會不會 即押了很多 永居的申請 令到香港人的申請 須時 坦白說 我覺得 我有心理準備 這件事是絕對有可能 還有很有可能 會發生 就算 那時候 剛才所說 剛才開放 便宜到簽證 已經湧出很多申請 所以 有很多申請 有些申請 有些申請 跟得很慢 我也見過 有些人申請之後 批准的時候 譬如說 有些人拿BRP BRP 上面知道是印錯的 可能是因為太趕 處理的時候 所以有些申請 也不奇怪 尤其是申請兩大時 是有這個情況 到申請永居的時候 相信這個狀況 有可能會重現到 就是 內政部 即是Home Office 忽然接了大量申請 很正常 所以 就是令到他們 要放慢來處理 不出奇 這個我覺得 絕對有可能 大家有心理準備 港初也已經 是有心理準備 只會不會是 改制 令到關卡難一點 甚至是 忽然間 改了 你們不允許 拿永居 或是之前算過 轉做八年才可以永居 轉做十年才可以永居 這樣 既然這些 我就 聽過很多這些風聲 很多這些說法 但 這些所謂加監 難聽些 加監的 這些說法 或者這些所謂提議 通常圍繞其他類型的簽證 你說 完全針對性 是說 香港人這類的簽證 或者是 人道的基礎 做的簽證計劃 我就沒聽過 確實有一些明確的聲音 是想著 為這類簽證去加監 所以 既然我覺得 大家不需要太過幾人憂天 不需要太過擔心 不然之間 天氣會倒下 反正 還有少許時間 對大部分的人來說 更何況 就是 如果真的來到 說得不好 你也控制不了 像加拿大 現在大家 會出亂處 甚至說 可能會有遊行 會有集會 去到要求政府做事 這樣 還要看政府怎麼回應 像加拿大那邊 政府回應 不是有問題 純粹是人手問題 是慢了 不是會 搞你們 不是 忽然之間 反口 如果 到時 轉永居 沒有其他改動 大家可能 都會面對著長一點的時間 未必 大家會申請不到 因為政府 又落閘 或反口 暫時 我看得到 是 不可能的機會 是大於可能 至少現在 當然 像我所說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大選 大選之後 什麼都可能會發生 一些壞事 大選前不拿出來 大選之後才拿出來 絕對會有的 或者反過來 可能會爭取選票 刻意推出一些很誇張的所謂的政綱 譬如說 我們要不要讓人搶我們飯碗 我們要趕走移民 會有的 有些政黨 有些政黨一直都這樣說 當然 主流的政黨 比較多支持的政黨 比較少會直接去到 所謂反移民 就是英國有些政黨去反移民 但是很少會直接去反移民 但是會不會 就是因為大選來到 始終都是要貼近所謂的民意 或者是要有些誇張點的政綱 去吸引選票 到時我們會知道 這個絕對都不出奇 大家就唯有拭目以待 但是總結來說 港豬 以我個人粗淺的看法 我覺得 大家暫時 各位在英的港人 不需要太擔心 也希望 真的加拿大的香港人 可以他們的申請 快點見到曙光 即是希望這些積壓的情況 是快點可以得到處理 令到大家都可以鬆一口氣 不會那麼徬徨 以上大家分享了 加拿大的移民的情況 救生艇計劃 還有跟大家 討論 關於BNO簽證 在英國這邊的情況 不知道各位觀眾聽眾 大家怎樣看 會不會很正面去想 或是覺得 不是啊 很多隱憂 我覺得很害怕 不妨在下面留言 說下你的看法 多謝你的收看和收聽 記得留言 like subscribe和share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